此次实施起飞和卓舰试验的飞机据报道是国产的殲-15战斗机 是在殲-11B的基础上再对额制的苏-33进行了仿制 那么根据了解呢 辽宁号航母将可以至少搭载36架舰载机 殲-15是中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 该机采用三一面加三轴四余度数字式电船操纵系统 具备较好的机动性能 该机的内部空间较大 可以搭配较大天线功率较大的机载相控阵雷达 具备较远的探测距离 较高的精度和更好的多目标攻击能力 殲-15自我攻防能力突出 飞行速度快 能轻易避开敌方雷达 数秒内探测发现并摧毁敌方海上移动目标 在加油机的保障下 其作战半径可达1000公里 配有30毫米机炮 可携带使用白领反舰导弹 英机62远程反舰导弹等各种精确打击武器 另外殲-15具有良好的推重比和低益加载 因此近距格斗是殲-15的强项 加上殲-15可挂装霹雳12型空对空导弹 使得航母编队的防空火力打击范围 至少可以延伸100公里 东方密室编辑报道 电船操纵系统具备较好的机动性能 该机的内部空间较大 可以搭配较大天线 功率较大的机载向控阵雷达 具备较远的探测距离 并摧毁敌方海上移动目标 在加油机的保障下 其作战半径可达1000公里 配有30毫米机炮 可携带使用白领反舰导弹 应较高的精度和更好的多目标攻击能力 歼15自我攻防能力突出 飞行速度快 能轻易避开敌方雷达 数秒内探测 辽宁号航母将可以至少搭载36架舰载机 歼15是中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 该机采用三一面加三轴四余度数字是 此次实施起飞和着舰试验的飞机 据报道是国产的歼15战斗机 是在歼11B的基础上 再对额制的苏33进行了仿制 那么根据了解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